台积电的确带给日本人 如同当时黑船带来震撼力 除了这个雄厚的资金力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原因 那就是日本人发现 他们的技术居然输给别的国家了 台积电是新时代入侵日本的黑船 台积电会是新时代的佛像跟铁炮 日本人反对台积电居然是因为诸子学 说一分睡一分 一分睡不惊 大家好我是蔡桑 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最近蔡桑 这个牙齿在大修 所以变成天风状态 所以今天戴口罩跟大家聊天 请大家先包含一下 最近护国深山台积电 这个市值已经是 Toyota 1.5倍的台湾企业 正式进军日本 那许多日本媒体用的 台积电是21世纪的黑船 这种有点耸动的标题 来形容台湾护国深山 进军日本对这个国家的冲击 的确一向技术立国的日本 居然这次被一个台湾企业 以更先进的制程技术 跑来国内设厂 日本人内心的冲击当然很大 所以虽然我是文科出身 不过毕竟我们一生在研究 日本跟台湾两个地方的文化 所以今天就借由台积电黑传说 来跟大家聊聊日本 技术立国的一些历史小故事 就算再怎么文科都知道半导体在今天 已经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然后台积电在雄本设厂的工作机会 跟经济效果的产出 应该没有人会怀疑 当然日本也有他们担心的几个点 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人手不足 第二个农地转用 第三个环境保护 第四个交通恶化 第四点交通恶化 其实理所当然 因为本来一个四万人的小镇 突然来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 在那儿设厂 所以我们会看到 当地本来没什么人在上下车的 那个无人车站 突然上下班时间 一堆人一大堆人在那边出入 但是他们当地不管是公路或是铁路 都已经在赶工 去应付这个实际上的需求 这个人手不足跟农地转用 其实也在产业转型的时候的台湾发生过 我想这些有看过足科中科 甚至高科南科成型的过程 我们的这些朋友们 其实就知道台湾其实也遇过相同的课题 那至于第三点的环境保护 其实台积电会在雄本设厂 主要看上的就是 当地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我想同样经历过严重公害的 1960年代、70年代 台湾跟日本两个地方 对于这些问题都一定有一定的经验 也不会像某些阴谋论者所讲的 台积电就是条纲去破坏日本当地环境这样 不太可能啦 毕竟人家日本当地的政府 也不是吃素的这样 总而言之 台积电设厂当然不会全是好处 也会有要解决的课题 但是把生产半导体提供 Sony、Toyota这些日本企业 制作产品的原料的台积电 讲成是19世纪用武力 强迫日本解除锁国 来签下不平等条约的黑船 其实有时候听起来就觉得 这种讲法有点敌意啦 但是台积电的确带给日本人 如同当时黑船带来震撼力 除了这个雄厚的资金力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原因 那就是 日本人发现 他们的技术居然输给别的国家了 大家都知道 日本从古代就是一个重视职人的文化 连世丁时代他们世世代代担任幕府正所执事 跟小猎人家同为武家礼法重要家族的名门 一世世 他们历代的当主居然会自己亲手制作马鞍 然后制作出了马鞍 称为作利の蔵 各家武将大名都会送上金钱 上集以来 想要入手一副拿来当成家宝 那更别说 武郎正宗 和拳手坚定 这些名刀工的名字 居然可以流传后世 从别的东亚文化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一件蛮不可思议的事情 关于打破日本三百年锁国和平的黑船 名作家司马遼太郎 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就是日本人当时真的震撼的 不是什么军舰逼近江户 或是大炮之类的 因为其实在同一个时代 俄罗斯的船也来过日本 而且英国的军舰也经过长期 真的让日本人吓到了 是当时的黑船 是日本人从来没有看过的蒸汽船 全自动 日本人从技术的落后才感觉到 可能被征服的恐慌 然后听说当时一大堆人 跑去江户的古董店里面 去买盔甲 准备要跟这些外国人赎赢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对不对 可是这群爆笑的日本人 居然在没有多久之后 萨摩帆 佐赫郭岛帆 跟宇和岛帆 三个地方 就成功造出了蒸汽船的原型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 的确台积电可以称为新世代的黑船 而这艘来自台湾的黑船 这次会给有技术立国传统的日本 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也是我们可以注目的焦点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对日本重视职人的历史来讲 佛像跟铁炮 是两个影响生源的舶来瓶 佛像跟铁炮 是两个影响生源的舶来瓶 六世纪的佛教公传 让大圣佛教正式从朝鲜传入日本 除了佛经之外 重要的还有日本书记里面也有描写 相貌端严 然后闪闪发光的镀金佛像 毕竟在那之前 日本的造型艺术的水准 就是那种 长得很像孟科那个名作 呐喊 的那种直伦土偶级的水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日本人才发现 靠个腰啊 原来塑像可以做得这么像真人 而且还镀金 于是开始了他们对于 技术的向往跟追求 那随之而来 一开始只是模仿 中国朝鲜的佛教建筑 后来他们到达了艺术成就 我想今天从全世界观光客 都到日本去参观佛式神社 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 不用再多说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 我想日本尊敬职人 肯定公益成就的这种文化 就是主要的因素了 那铁炮更是不用讲了 从1543年 经由总指导这个礼岛 传进日本之后 觉得靠这种东西拿来战争 已经很赞了 这些日本人 居然在十年之内 就有本来在打造武士道的工匠们 直接山寨 研发了 量产成功 当然了 当时日本没有那种挖空铁棒中心 去制成铁管 类似像车床那样的工具 所以他们就用薄钢板去卷 去卷出枪管来 到后来在战国时代里面的大小战役 发挥强大威力 民将之前信长用大量的铁炮 直接摧毁武田军 威名远扬的这个骑马军团 这个故事 相信很多朋友就很清楚了 甚至有资料指出 在后来封城秀吉要攻打朝鲜的时候 日本的铁炮普及率已经是世界第一 甚至后来开发出雨副这种装置 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火神枪 在雨天就没有办法使用的弱点 17世纪在伦敦发售的世界地图 上面描绘了各地民族的特征图案 当然里面有日本人 然后地图上日本人是肩膀上扛着铁炮 可见当时铁炮已经普及到 变成外国人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了 所以虽然我不是理科专门 但是拥有先进制成的台积电进入日本 会对这个技术立国的国家 造成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其实就像过去佛像跟铁炮 带给日本的良性刺激一样 虽然可能不是日本独创 一开始可能日本技术落后 但是以他们这种优良传统 会给台日双方什么样的良性影响 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的 讲到铁炮 其实也让我想到江湖时代对日本的影响 因为德川家康的学长之前信长 他的副下明智光秀 因为他的背叛死在本能寺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那因为不想再有这种鸟事发生了 所以江湖幕府导入了朱子学这种 你们祖公公的就一定对的这种学问 强调忠孝的重要 也强化了日本独有的道德观武士道 但是江湖近三百年的和平 付出的代价就是许多方面 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停滞 刚刚讲到在战国时代 几乎快变世界最强的铁炮 结果在整个江湖时代几乎没有发展 所以后来默默战争的时候 使用旧式铁炮跟近代西洋 来服枪对决的结果 根本就是悲惨到搞笑 那当然朱子学的忠君爱国 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明治 新政府成立的尊王朗仪的精神要素 不过坚持锁国的一派 也是因为朱子学强调的主法 讲快一点就守旧了 而在正国时代铁炮传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种新兵器都觉得 哇这种好东西不用不行 但是到默默时期 大家看到西洋式的更先进武器的时候 居然会有一大堆人讲说 不需要这种东西 当然也是我们武士刀最好的神奇人种 这就是江湖三百年的朱子学避害 说真的朱子学就跟刚才讲的一样 打造许多日本人的坚持跟美德 但是同样我也觉得朱子学 还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日本 所以才会有一些 到现在还沉迷在那种泡沫生在日本第一 没办法接受台湾半导体制成 已经先进于日本 觉得台积电进日本一定会破坏当地环境 蚕食日本经济 让雄本变成台湾租借的这种人种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会有一堆 自称日本优先 杜烂中国 但是一天到晚再diss台积电 然后还有市场的这种YouTube的出现 不过我还是相信 日本技术立国 尊敬职人的这种传统 终究还是会胜出 然后历史也会证明 这一次规模宏伟的台日合作 最后会盛开出完美的成果 说一本税一本一本税不金 怎么说菜场的没头发 今天我们借由台积电这个黑传说 来跟大家讲几个日本 关于职人传统的故事 那我们这个频道经营也超过一年了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频道现在有所谓的会员制 一个月没有多少60块而已 然后我们也会不定时 去发布这个会员专属的影片 里面会讲一些菜场的真心话 或是有时候甚至想要干脚别人 但是我们在正常的影片 没有办法讲出来这些真心话 都会收入在里面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会员 给我们更多的动力 更多的资源去制作更好的内容 好那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们下方资讯栏连结